嘿,你还好吗?我是承一 你们知不知道我有个微信公众号叫承一 现在去搜一搜 点个关注 恢复 福利 有你想不得的惊喜哦 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喜欢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明明曾经的你高冷独立 自尊自爱 可唯独在他面前 这一切仿佛都可以被抛弃 因为他 你开始变得懂事听话 变得小心翼翼 变得事事都顺着的 甚至是逐渐丧失了自己原本的情绪和脾气 你想着自己多付出一点 对方就能多安逸一些 可是到头来 你的付出和忍让 非但没让他学会珍惜 反而还将你 退入到另一个深渊里 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所以才得不到爱情里 该有的宠爱 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 所以才要不到 感情里该有的回应 二十岁的时候 你幻想过爱情美好的模样 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 好配得上别人的宠爱 但是现在 你停下脚步来看看自己 满脸写着疲惫和委屈求全 就像是一个廉价的女人 其实有时候的感情 光努力是没有用的 就好像爱得越卑微 幸福偏偏就离你远远 想起前段时间 我在微信里安慰过一个朋友 起因是她的男朋友 经常和她吵架 说要分手 她不肯 情急之下 就找我情感咨询 我清楚地记得 当时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求求你 我不想和她分开 那种卑微和快要哭出来的勇气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她的心碎 我问她 做错了什么事让她觉得不可原谅 非要分手的 她说 大概是我太粘人了吧 我喜欢给她发消息 但是 她总是不理我 我说 她难道经常不回你信息吗 她说 她忙的时候经常两三天 都没有一条信息 我上次和她稍微提了一下 她就抱怨我脾气不太好 自从那天以后 我和她讲话也变得小心翼翼的 都不知道 该怎么和她相处了 听完朋友的回答 我突然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她 但我能确定的是 这个男人并不爱她 要知道真正的爱 应该是互相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乞讨 和委屈求全 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只会让你变得廉价 我们这辈子 怕的不是遇到错的人 而是遇见之后 还不肯放下 我看到过太多 为情所困的女生 总是在祈求 他人的理解 他人的宠爱 她们执着于 一段糟糕的感情 把原本优秀的自己 变得狼狈不堪 其实女生的青春很宝贵 应该去爱一个 让你变得更好的人 而不是让你变得廉价的人 别总在不值得 爱的人身上停留太久 太久你会痛 也会累 会对自己 甚至对爱情 婚姻 都失去信心 一段好的感情 到底是怎样的 大概就像冬天里的 后外套 下雨天的一把伞 像疲惫了可以挺高的港湾 他会心疼你的难过 会包容你的任性 会理解你的情绪 会指引你 变得更好 更优秀 所以现在的你 无论是单身 还是恋爱 都要学会 好好爱自己 该向男人要的爱 绝不能少 永远记住 宁愿单身 也不要爱一个 让你变得廉价的人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 为何我还忘不了你 时间改变了我们 告别了单纯 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 失去才算是永恒 惩罚我的认真 是我太过天真 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 我的温 注定问不到最爱的人 为你等从一开始盘到现在 也同样落得不可能 难道爱情可以传交给别人 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 我不能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 我台上把衣服都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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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